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取出快装板 快装板螺丝在连接线盒里 一共提供了三颗四分之一螺丝 和三种不同型号的六角扳手 将快装板安装到相机顶部 在安装快装板时 注意一定要将螺丝拧紧 如果镜头尺寸过大 快触碰或已经触碰到快装板 可以将增高垫先安装到相机顶部 再安装到快装板上 注意使用增高垫时 请用两颗螺丝来固定快装板顶座 避免松动 然后取出镜头支撑架和固定螺丝 将镜头支撑架安装在快装板前端 可以先将相机翻转过来 稍微用力将支架顶住镜头 此时锁紧螺丁 这样可以使得支架更好的拖住镜头 如果没有安装镜头支架 在使用时产生了震动 大家可以尝试这种方式来解决 接下来解锁Queen RS三个轴 将轴臂展开到调平位置 然后锁定 取出快拆底座 先解锁扳扣 插入到快拆底座卡槽 听到咔哒一声时 即可锁紧快拆底座锁紧扳手 最后将相机安装到Queen RS之前 请确保相机电池滤镜安装好 并取下镜头盖 先将快拆底座滑出一点 为安装相机逆流空间 然后将相机整体滑入到 快拆板底座的卡槽内 当听到咔哒一声时 证明相机已经滑入到安全锁位置 那么此时 我们锁紧快拆板安全锁 和快锁底座锁紧扳手 调平 调节平衡的过程 就是找平衡点的过程 如果轴臂向左倾斜 则反之向右移动调节平衡 首先调节抚氧轴平衡 第一步 先解锁抚氧轴的锁定开关 此时 相机向前导 或者向后导 先解锁快拆板安全锁 将相机前后进行移动 如果抚氧轴臂 挡住相机进行前后移动 可以先解锁快拆底座锁紧扳手 将相机稍微拉出一定空间 再进行前后移动 直到静止时 相机与地面保持水平 就可以锁紧快装板安全锁 第二步 将相机镜头垂直向上 或者相机热靴 装了麦克风等配件时 可以将镜头垂直向下 如果此时相机向前导 或者向后导 先解锁抚氧轴锁紧扳手 拖住相机 将抚氧轴进行移动 直到能静止保持垂直状态 即可锁上抚氧轴锁紧扳手 任意调节相机角度 相机都能保持不动 此时抚氧轴的调屏完成 最后记得将相机 尽可能往抚氧轴电机靠近 并锁紧快拆底座锁紧扳手 接下来进行横滚轴调屏 解锁横滚轴锁定开关 此时如果相机向左导 或者向右倾斜 那我们先拧松横滚轴锁紧扳钉 将横滚轴臂进行左右移动 在移动时 可以拖住相机底部 再进行移动 这样会更省力 左右调节轴臂后 直到静止时 能保持左右水平不倾斜 即可锁紧扳钉 此时横滚轴平衡条件完成 最后锁定横滚轴锁定开关 打开航向轴锁定开关 此时竖直状态下 Queen 2S看起来已经保持平衡了 但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步 就是对航向轴进行调节平衡 将Queen 2S倾斜 发现航向轴也会偏转 则需要对航向轴进行调节平衡 拧松航向轴锁紧扳钉 将Queen 2S倾斜一定角度 前后推动航向壁 推动时将Queen 2S竖直 更容易推动 直到航向壁 能在任意位置保持静止状态 即可拧紧扳钉 此时航向轴调频完成 此时就完成对Queen 2S的全部调频 激活 激活过程需要配合APP ZY Play应用 你可以扫描左侧二维码 下载ZY Play 也可以直接在手机应用商店中 搜索ZY Play进行下载 解锁打开三个轴臂的锁定开关 长按三秒开机键 显示屏显示激活提示键面 打开手机确保已连接到网络 打开蓝牙 打开ZY Play 滑动选择专业稳定器页面 选择Queen 2S 点击密集连接 选择对应蓝牙名称的Queen 2S 蓝牙名称可以在抚养轴臂上查看 此时会提示激活信息 根据APP提示 注册并登陆ZY Play账号 登陆成功后 点击激活 云台将自动进行激活 激活完成后 就要长按M键 退出待机状态 此时Queen 2S各个轴都有力 即可开始使用Queen 2S 如果有问题 请咨询您的客户 或者经销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